因为疫情的关系,许多聚会、重要场合像是婚礼等等都取消了 在这些欢欣的场合中,世界各地的人都很享受一样东西的陪伴 那就是酒 随着群聚活动暂时消失 酒这样的实体社交主角应该也会销量不佳吧 结果不然 因为呢,大家都待在家里 酒的销量反而大大的提升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交点观点plus,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我是凯西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话 欢迎点击下方的链接赶快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2020年4月13号 由张芳玉所撰写并刊登在商业周刊的官网文章 根据市调公司尼尔森的调查 美国3月底酒类整体销量比去年同期成长了22% 一部分是因为远距在家工作 想要一边工作一边喝酒的人并不少 Alcohol.org调查了美国3000位在家工作的人 发现夏威夷有高达6成的人会在工作的时候喝酒 在美国其他州也有2成到4成的人会边工作边喝酒 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 酒类的销售没有复制贴上过去的样貌 尼尔森的试调当中 大包装的葡萄酒销量成长5成 罐状葡萄酒更成长到9成5 显示消费者不只囤食物也囤酒 当然其中的最大赢家是酒类电商 销量与同期相比飙升了291% 相对来说仰赖消费者到现场购买喝酒的酒吧 错影室以及葡萄酒庄就没有办法搭顺风车 失调公司社会标准预测 假如社会隔离措施持续到夏天 现场的酒类消费会降至零 面对这样的危机 这些酒商就必须努力的数位转型 实际上酒类产业的数位转型比其他产业难上许多 除了必须取得政府执照外 美国的酒类产业采取的是三级销售体系 制造、物流、零售被区分开来 一家酒商禁止同时拥有三个渠道 除了一些特例 虽然一些州已经暂时放宽规定 让酒吧、蒸六酒商可以自行运送给消费者 但也促使大多酒商去思考 被禁止设立线上购物通道来即可的前提下 该怎么用创意来数位转型 加州的杰克逊家族葡萄酒公司 近期与线上餐点规划公司emails合作 与emails的团队合作 替向是心血管健康、无敷值、省钱、30分钟上菜、节日庆祝等主题菜单 搭配适合的酒品 emails的订阅户就可以依据菜单自行前往亚马逊等网购平台购买 如此一来即便不能设立自己的线上购买网站 杰克逊还是能够拓展新客源不限于原本就会喝酒的族群 不过数位转型当然也有不失创意只需诚意的部分 礼服葡萄酒是一间被允许直接在网上向消费者贩售酒瓶的葡萄酒庄园 当他们因为疫情推出线上购买网站时 他们所做的使用电话和邮件一味味的联系每一个客户 跟他们说可以网购的好消息 老板多伦斯表示我们最在意的是跟顾客维持亲近的关系 这是让我们脱颖而出的原因 在不安定的时候人们乐于收到来自其他人的联系 就算只是一通远方的来电 对于像是酒吧、错影室等零售商来说 虽然营收下降 他们的数位转型是善用网络的力量 从现现实中大家一起饮酒的体验 和顾客维持紧密的联系 纽约州啤酒协会就会举办虚拟狂欢时段 每天由不同的酒吧主持直播调酒师的调酒示范 以及品酒会 一家酒品牌灰晶杜松子酒则是雇用来自全美各地被解雇的调酒师 让他们在虚拟霸台排班 调酒师会用灰晶的酒调制一款人创鸡尾酒食谱 并且把相关图文发布在灰晶的IG上 每位排班的调酒师可以领到350美元的薪水 因为严格的监管酒类产业的数位转型之路 一直比其他人缓慢 而这次影响广泛的疫情 不管是跳脱物流限制 增加客源 或是用社群媒体和消费者建立沟通关系 酒类产业的数位转型引擎开始运转起来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的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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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